人们看到蛇的反应 十之八九都是害怕尖叫 逃之夭夭 但是有的人呢 却把蛇当作是家中的宠物 或者家人那样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在此之前 并不知道在新加坡 其实家里是可以养蛇的 那第二集的奇妙宝贝 我们带您去认识一名 本地的爱蛇之人 我有那么可怕吗 我要开工咯 不要怕 你看我有多乖 这位就是养育了 我们十五年的主人 我的名字就是养育了 新加坡人们叫我Yusof Woola 我的工作是鸡翅 因为出生于耍蛇人的家族 自小就跟蛇玩在一块儿 Yusof在十五岁那年 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接班人 原来主人是最后的匠人 不过父亲养的蛇 不过父亲养的蛇早已不在 现在陪伴Yusof的两条蛇 是从他过世的岳父那里接手的 这一位是鸡翅 另一位是鸡翅 这些鸡翅已经工作了 我父亲的家族 因为鸡翅 它是一种特别的物件 如果您担心它们的方法 第一次我们练习它们 它们已经平常 我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耍蛇行业开始没落后 Yusof就不再表演耍蛇 改而让蛇抛头露面 在圣陶沙靠跟游客拍照 赚取收入 在本地 养蛇需要申请准证 并且能每年更新 为了确保准证不被没收 养蛇人得遵守 国家公园局属下的 动物与兽医事务组的规定 Yusof几乎每天都到圣陶沙开工 就算没开工的日子 也会跟蛇在一起 它的两条蛇宝贝不粘人 很乖 很温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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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会吃很多种的物品 但像我的牌子 我组织牌鸡鸡鸡 西西 进食时间到 西西 讨厌是我们最爱的生鸡腿 主人万岁 蛇和人类一样 也需要经常冲凉 保持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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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好凉快 西西 是的 我们换皮的时候 可是非常敏感的 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 Yosef的妻子虽然也来自耍蛇家族 却是非常害怕蛇 因此没有妻子的允许 Yosef的蛇在家里是不能够四处走动的 我妻子很害怕蛇 因为父亲不让孩子触摸蛇 如果我想做蛇 或蛇 我必须和妻子 看到蛇 所以他会哭 现年55岁的Yosef有四个孩子 他们都不怕蛇 但是没有人想要接手父亲的工作 他本身也没有要传承的意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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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不希望我的孩子 跟随着我 他可以保持兼职 如果他也想要 但是表演上没有 没有 由于蛇的寿命一般是100年 所以Yosef已经交代好家人 在他离开人世后 要如何处理这两条蛇 我告诉我妻子 那天我离开这个世界 你把我的身体结束了 你把我身体结束了 你立刻想要做什么 我蛇 给我的亲戚 给我的亲戚 或者给我的生命 对 主人 你就不能陪我们到永远吗 非常好 放松一下 跟两条蛇相依为命了将近15年 虽然蛇不像狗或猫 会取悦主人 但他们早已经成为了 Yosef生命中最亲近的家人 我会参与 我像一个人 像这样子 我一个人 我一人钱 我一人钱 都得到这些蛇 我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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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发现 我喜欢 好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